小龍珠第0版 這系列的第三隻 終於出貨了 超懶達爾 重量 非常的輕 代理版 竟然是一整隻本體 底座 插銷 超級賽爾冷布 王子達爾 頭調表現 塗裝 還不錯 上面這個M字型的 達爾註冊上標 你就會覺得分模線稍微明顯了一點 尤其是近看的時候 整個臉部 皮膚色有用一個深淺的搭配 髮色 也是跟悟空一樣維持了這一種 深淺的藍色 然後是跟以往的 超級賽爾人卜物的藍色不一樣 看起來非常還原於電影版 這真的是 非常好看的顏色 那戰鬥 內裡的部分 它其實沒有上 任何特別 的塗裝 就是一致性的 深藍色 非常深的一個藍色 深淺的部分 跟漸層 倒是一點都沒有 上在這個藍色的內底上面 戰鬥盔甲的部分 這邊 就有運用了一些漸層的痕跡 在周圍 那皺褶感 前面 全部都也有做出來 這戰鬥服 黃色的 這兩條的地方 從旁邊看 就非常仔細的看到 這就是做工上面的 一點小失誤 那另外一邊 倒沒有 這一邊來的嚴重 手套 也都是微微有做一些漸層的感覺 皺褶感的紋路 在手套上面呈現的鞋子 也算還不差 鞋子的部分 也是 著重於在下部分 這邊 用了一些漸層的搭配 跟非常多的皺褶感 顯現出 立體的感覺 這一隻腳也是 皺褶感 偏在外側跟下面的部分 前面的黃色的地方 塗裝 也是算還不錯 再來看一次 這是全部的細節 上半部的肌肉 因為頂伸液的關係 其實呈現著 非常的突出 尤其是這邊二頭跟三頭的地方 胸肌的部分也是 反而大腿肌就沒有做的那麼誇張 地台延續之前兩隻 是一模一樣的感覺 四隻的人物角色在這地台上面 整體高度還地台約在19公分 並且積極的部分 有些方法 和19公分 整體比價五顆星 基本上這一隻超級賽亞人布魯魯達爾 頭雕真的算是非常非常的不錯 那頭髮顏色也就不用說了 這一代的顏色真的非常的好看 至於塗裝方面沒有太多的驚喜 倒是整體的型態跟這個 衝出去的戰鬥姿勢 呈現的非常非常的到位 其實我喜歡網子控的真的超級推薦這一次一定要購入 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盔甲前半部分 深淺的塗裝 真的還蠻好看的 那其他內裏的部分就是 跟之前David講的一樣就是一模一樣的 用了非常深色的藍色 來襯托出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Bye by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感谢观看